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韓國製造的KRWIN HC-68 紙外線除塵門吸塵器 事不宜遲我們立即打開去看看裡面有什麼 箱裡有一部KRWIN的絕記 它有中文和英文的說明書 還有清潔濾網用的掃 加個方箱放在排氣口裡 吸完之後可以散發出清新的香味 可以因個人喜好選擇加還是不加 現在就介紹一下KRWIN主機 首先通過UV紫外線殺菌燈 需要2秒就可以殺死細菌和塵門 原理就像曬皮一樣 太陽的紫外線可以殺菌一樣 紫燈就是PHILIPS波蘭製造 下一個步驟就是拍打 因為塵門有倒勾 如果沒有拍打的話 就算有幾強吸力的馬達都很難吸到 KRWIN有4組的拍打器 每分鐘大約3600下高速拍打 將匿床的塵門打出來 拍完之後就有個600W的高性能超強馬達 將塵門的屍體糞便吸入 另外它有個專利的滾輪 不用怕床單皮鋪會吸住 可以吸得更加暢順 吸完的東西就會進入這個塵盒裡 這個塵盒可以用水洗 濾網裡面有分兩個 黑色這個就是塵過濾網 用來隔大粒的灰塵 無法等等 而白色這個就是HEPA濾網 可以過濾99.9% 0.3厘米的塵門 方向劑的位置就放在這裡 按樽機這個就沒有味道 這個盒裡有另一個有味道 這個就是檸檬味 打開包裝之後就有一個有味道 KRWIN它有三個好色 根據不同的情況可以選擇不同的模式 最左邊這個箭咀是吸入 中間是紫外光燈殺菌 最後這個是拍打 一插電後就有最常用的模式 就是有齊曬三個功能 通常用來吸床、皮鋪、枕頭、枯筍、身皮、梳化等等 按一下模式就會轉到第二個模式 有殺菌和吸入 主要是用來吸硬的東西 例如桌、椅等等 再按個模式就會去到最後一個模式 殺菌 不過通常我們都是三個模式一起用 因為紫外光燈的紫外線太強 很多人都怕如果直接照到人會造成傷害 KRWIN它的底部就有一個感應器 底部離開了物體的表面 之後光燈就會自動熄 可以防止紫外線的洩漏 KRWIN有一個獨有的輕觸式智能手柄 隻手碰到的手柄才會開動 隻手離開的時候 部機就會暫停 可以方便整理一下床鋪 或者可以做其他緊急的事情 而不用每次都要感受它 而不用每次都要感受它 吸完之後 塵就會全部進入塵頭和濾縫度 你可以看到很多層畝層 scheme 塵也有很多層 issues 。塵也有很多物質 可以打開濾網 把層面移層全全部流入下? HEPA濾網 這個時候可以用行機作用的轉折掃 來掃一下 你看到我們掃到很多塵門的屍體 我們清潔過濾濾後 可以再用一段長的時間 HEPA濾網不能用水洗 如果用水洗就會失去功效 黑色濾網和塵隙可以用水洗